《氣候開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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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Kai Mathias 歡迎收看《氣候開港》 今天帶大家來到環境優美的西貢 我們想訪問一位特別的嘉賓 《氣候開港》 今天訪問的嘉賓 就是環保衛視,盧盧 喂,William,你好 盧盧,你好 我見到你的店裡有很多環保產品 我們開張開了十年 產品越草越多 有一個產品挺有特色 可以雜住見著你背著它 就是一個很大的地球 有什麼特別呢? 這是一個生產品 這是美國太空處在外太空拍出來的相片 地球的相片是藍色的 最有特色就是晚上如果關燈 大城市多人住的 多人用燈的地方會發光的 好像在外太空看地球一樣 浪費很多電 造成空氣污染 讓小朋友知道是有影響的 即是可以用來玩沙灘 又可以有教育意義 告訴小朋友 我們現在應該要開始省電了 中文字幕提供 Million tomorrow shall love as a wind And I forget for the joy that is mine Today 魯魯,為何要選擇這首 Today 因為我們要珍惜現在我們所有的一切 因為我們做環保的都是 我們要珍惜現在我們現有的天然資源 我們不可以再傷害它 因為如果我們再傷害它,我們將來就沒有了 所以我們要一起大家珍惜地球給我們的東西 你2050年的演唱會都很成功 其實透過演唱會,市民會不會對氣候變化的認識深了 會,因為演唱會之前我們做了很多優惠 都是講關於2050 那些人是明白2050的意思是什麼 因為大家都知道現在我們再不愛惜地球 2050我們分分鐘又沒有水又沒有食物 很多災難性的事情會發生 令到人們會積極一些 還有2050之後,演唱會之後 有很多人是關注了這件事 加上我們天天在電視機看到 不是這裡水浸,那裡地震 那些人都知道 我們是說真的話,我們不是在騙人的 未來未來有什麼大計呢? 怎樣繼續用音樂來宣揚環保呢? 大計,我和你都一樣 就是盡量去教育市民 就是現在那些普通市民都已經是知道 但是呢,他們就不是很想動 很多人都知道,幾十年後分分鐘真的很危險 但是叫它環保它是不需要的 所以我們要在這方面出多點力 看看怎樣去改變人的想法 我是盧冠廷 氣候變化由你扭轉 現在教你一個省水省電的方法 就是用水瓶裝滿水 放在你的水箱那裏 即是廁所水箱 又可以減少用水 又可以省水上去燒煤等方面 就叫它省電了 可以幫助到空氣污染 請大家支持世界自然基金會 氣候正能量Climate Tears